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验的男主角身上就开始发生怪事了 女友的妈妈处回了 死去的室友托梦了 女友的胡爸爸也上线了 于是按捺不住好奇心 他落着自己的另一个室友一看研究所 看多电影的朋友就知道 白上的医院和学校发生容易事件的概率 基本可以达到120% 于是男主成功被打运 行了之后发现这一切都是别人给他下的头 因为女友复明必须要男主身上的机关 为了伟大的爱情 男主就这么献身于穴了 他说如果男主真的那么爱他女友 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实验的这些人 又何必抖这么大一圈子给他下套呢 江湖耍猴人 情怀之数无可行 从杠的琴到白鸟嘲讽 从大赞尾来再到大鱼海棠 中国呀从来都不缺少有情怀的电影人 他们或是忘不了曾经生活的城市 或是忘不了粘上挺过的曲子 贵根结底呀就是对往事的怀念 和对时光忍然的无奈 哎呀妈 原谅我又交情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隆重的讲讲 这部情怀满满的网络大电影 《江湖耍猴人》 再是一部极其小成本制作的网络大电影 你们呀他没有大秀美女 没有闯阅也没有闯能力 淡淡只有情怀之称的 所以呀很难有人愿意投资 用银片里边的一句话呢就是 在网络大电影遍地看嘻怕的现在呀 难得有一部真正有内涵的片子 江湖耍猴人呢 讲的是农村耍猴的使徒两人啊 进城闯江湖的故事 使徒二人呢 港进城就遇见一小娇话子 师傅呢看小孩子可怜 于是呢就手留了他 带着他一起去耍猴 不料呢耍猴的时候小孩被拐走 曾管呢也不让耍猴了 师傅和徒弟大吵一下徒弟不气袍了 师傅呢自己一边人处一边四处寻找徒弟 就在师傅讨要公子的时候啊 撞见了一群被打断收脚的被拐儿童 师傅带着小孩掏袍的徒竹呢被发现了 师傅逃出来之后呢就带着徒弟去很社会偷活的老超 在一番打斗之后拯救了这些孩子 银片呢表达了对耍猴这项 传统艺术即将使穿的玩戏 也表达了道研资深的情感 他渴望传统能被继承 恶势力能被铲除 至于大圣 只是他惩恶出现的正义化身 我的护士女友公益指数散科性 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一种生命的职业 倦敬哲 咳咳咳 当然还有故事 这天呢作为幼儿园老师的女主啊 突然发现自己不是亲生的 故事如此 她是人故收进来的 受到巨大打击的她决定潜入医院 找到答案来查证自己的亲生父亲 然后她就转哈了 从一个幼儿园老师 到成为井子库的护士 不用考证不用培训 女主叫个表面个事就成功了 哎呀我说呀 一手就是好极师一条生命呢 找遍的时候才能送点信吧 尊重客头 人人有责 力竞长大后她就成了你了 女主成为一名井子库的护士之后 慢慢理解了人拱受警儿 背后的寻算与伟大 她决定要偷审于贼稿 在网上的治疗不孕不虑失业的轰流当中 然而呢她又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也不能生育 操天哪我这儿在看区调剧马 技也还没完啊 她又崩溃的发现自己的丈夫 还有一个混钱卷井拉的儿子 喝着全剧都在讲卷井两甲人的自我寻找啊 说好的护士女友呢 说好的制服诱惑呢 就这样到了最后 他们一家散口啊 就这么幸福愉快的生活了下去 旁观这个剧情的我 甚深的被这部电影的高尚境界所折服了 当你以为这是不卖肉剧的时候 她开始将共鸣讲真性了 当你开始数情的时候 她开始搞笑了 当你也开始觉得好笑的时候 她又跑去数情了 大哥你净粉吗 当然最后还是要画一下这部影片 毕竟能看到这种狗密性的片子 真甚感性味啊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视频 请在微信搜索死闻皮子 或者搜索我们的微信号 四闻皮子的评议 加一个E 关注我们 忙碌一试 看点啥 四闻皮子来解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